歡迎回到訪問區 這次中華隊在巴黎奧運 是創下了六個新紀錄 其中一個紀錄就是 我們的羽球男雙 成功衛冕收下金牌 是奧運史上的第一次 現在就要為大家訪問到的是 林陽佩的大寶貝王麒麟 歡迎麒麟 來 先跟我們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麒麟 哇 非常的有朝氣 等一下 那個我們對談 可能有點時差 我離你遠一點點 好好好 其實先恭喜你在這次奧運 成功再次的鍍金 那大家都非常關心你 接下來的搭檔就是邱香傑 對未來的林傑佩 有什麼期待跟目標嗎 因為我們下禮拜就會參加 參加日本公開賽 但因為之前的搭配時間不多 所以算是也是需要以賽代訓 那我們我自己 我們以這個目標當然是希望 先以兩年後的亞運為 先去拚兩年後亞運 那希望四年後的奧運 能有機會再次參賽 是 我們知道說今天非常的可惜 因為李楊有一件行程 所以沒有辦法來到 我們派對的現場 是不是藉這個機會呢 也跟我們的李楊說說 一些比較感性的話 因為說不定他現在正在收看直播 就是真的很感謝他這一路上的陪伴 然後我們也一起完成了許多里程碑 那很開心在奧運的最高殿堂 我們可以一起站上最高的頒獎台兩次 那之後雖然我們都要有各自的各奔東西 那希望我們都能在各自的領域發狂發熱 是 我們知道說距離你要退役這件事情 還有一段時間 但我有聽說你對自己的退休 未來的規劃已經有做好一些打算 就是想要當歌手出唱片 有這件事情嗎 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我自己怎麼沒有聽說 沒有就是喜歡唱 那就是希望說之後 因為自己預計還會再打四年 那希望四年後如果真的有這個機會 可以就是嘗試看看玩玩看 反正都可以任何選擇都可以試試看 對 想要多方嘗試各種領域 但藉這個機會呢 因為是我們的全台直播 有沒有機會也先讓我們聽聽看 你的歌喉呢 是不是讓我們現場 你知道如果唱片公司向眾的話 就是現在囉 來來來 我們親個喉嚨 來一時花為幫我們親唱幾句 就要離別 勇敢的流淚 而你的眼神超越了一切 走慢一點 不管有多遠 放不下就代表不會變 這是給李楊的 我知道 如果我是李楊 然後現在應該已經落淚了 你知道嗎 那當然也知道說你近期 尤其是在霸凌奧運 就是賽事期間 你不斷地在海巡大家的貼文 就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沒有哪幾則就是貼文 真的讓你印象深刻 或是覺得非常有趣的 其實會海巡是因為 可能有好的表現 然後大家就會想跟你分享 或者是就是標記我 那我看到的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畢竟我們的比賽都是 就是半夜嘛 大家都是熬夜守在電視機前 那當然是很希望可以 去回應大家 然後去跟大家做一些互動 而且有些 有些貼文還滿有趣的 我看到最有趣就是 在幫我數打 阿里昂屁股幾次的那個貼文 所以最後是幾次啊 好像 他還有什麼 他分了很多次 我忘記有幾次了 對不對 太特別了吧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就是Tag 就是麒麟 他會繼續海巡大家 吸收大家對他的愛 謝謝麒麟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希望麒麟在未來賽事 再帶給我們更多的感動囉 總統 副總統 各位長官 各位先進 各位戰友們 大家好 我是王麒麟 我覺得站在這邊的感覺 比在賽場上還要緊張很多 因為不善言辭 那 很開心今天能站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 正面金牌的喜悅 那我想正面金牌是屬於大家的 沒有大家在電視機前 徹夜的守候 加油 以及在現場的加油聲 我們沒辦法堅持過來 那我也特別感謝國家 感謝體育署 感謝中華奧會 感謝國訓中心 感謝土地銀行 感謝我的學校 台北市立大學 以及所有的後勤人員 你們的支持造就了正面金牌 謝謝大家 那我也特別感謝我的搭檔李楊 因為自從東京奧運會後 我們也經歷了三年的第一潮 在這三年中 我們只拿到了一個冠軍 那也經歷了許多爭吵 那其實在巴黎奧運會 抽籤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根本沒有想過 我們有機會 能再為台灣奪下正面金牌 甚至目標制定在小組出現就很好了 對 那真的很感謝李楊 一直在背後支持我 在場上鼓勵我 甚至在賽前都會傳一些小小的訊息 來提醒我在場上該注意的事項 那雖然他之後要退休了 那我還是希望我們能在各自的領域 各自發光發熱 那因為我還會繼續征戰 那希望之後 不知道他有沒有機會 跟弘明教練一起坐在我後面 繼續給我力量 那希望在之後還有機會 在下一屆的亞運 以及下一屆的奧運會 希望能有機會繼續為台灣爭光 謝謝大家 好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爐會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爐會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